基隆三公 在 我想基隆三公是我们全基隆重要的体育重点学校 尤其是基隆三公的篮球队 是我们基隆唯一目前高中的这个甲组的球队 那所以他们的场地维护就非常重要 所以校长跟我提到说 最近这几年其实基隆三公的这个 这个我们的室内篮球馆需要做改善的时候 那时候我跟校长还有我们组长就有聊到怎么样来协助 那后来我们很高兴就是 我们争取到教育部的一个补助 经费接近1500万 做整个相关的部分的设施修缮 那所以我们今天特别的一个开工的仪式 那我也感觉校长 这个事情其实如果不是校长一直弃而不舍的推动的话 教育部不会那么容易就轻易的答应 所以我也很高兴 校长跟我讲我们来努力推动这个事情 那这第二个重要的事情 就是因为下个礼拜是全国的高中的秋季的这个甲组的联赛 那这次是在花莲比赛 那因为我也有这个荣幸跟机会接任 而基隆市篮球委员会的主委 所以特别来跟我们的选手加油打踢 然后也制装给他们小小的红包 期待他们能够为基隆来争光 表现一个好的成绩 那让基隆在篮球的方面越来越放 越来越好 这次基隆商工的活动中心将会把木地板更新为风业专业的篮球场地 二楼看台改建更新 天花板整修更换LED的智慧照明登居 另外呢训练设施也会改进得更专业来符合现代潮流 有好的硬体才能够吸引更多的优秀运动人才 基隆商工在体育的活动推动 以及体育人才的一个培育 一直是不予余力 不过我想这个活动中心的场馆 已经有50年的历史 那很多的设备跟很多的环境都已经是破旧 那不堪使用甚至有漏水的现象 那这一次真的是非常感谢我们蔡世英委员的一个帮忙 在协助争取将近1500万的一个经费 能够把整个环境做一个改善跟整修 那我相信有这笔经费 未来在整个基隆推动体育的一个活动跟竞赛 以及人才的培育一定有相当大的帮助 那未来我们也期盼能够把基隆的体育人才留下 我相信今天种下这颗种子 它未来一定有发芽的一天 也感谢大家的一个帮忙 记者洪日生 蔡美某道